大家好 欢迎收看114年1月1号 元旦这一天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而元旦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升旗典礼 我们把镜头来到了七星潭海滩 由花莲县政府所举办的 2021爱恋花莲剑走 七星潭元旦剑走银树光 景潭升旗拿好礼的活动 在县长徐真卫的主持下正式的展开 从赏兴广场出发 沿着步道海堤走到潮津渔场 全程来回约2.8公里 而且在淨滩的过程当中 还加入了有趣的寻宝活动 并且肩负维护海洋生态 和海岸环境的清洁美化工作 大家共同来守护 台湾最美的七星潭海滩 来说要全自己的首路 首路记得吗 大全刷子 1 2 3 4 5 6 7 8 右 左 右 左 三伟 给你喊四伸 嘿嘿嘿嘿 再为欢迎你们了 欢迎订阅我们在110年1月1号 在七星潭赏兴广场举办 2021二年花龄建走 七星潭元旦建走与曙光 静灿升旗拿好康活动 而这次元旦建走结合了静灿 从赏兴广场出发之后 沿着步道海堤走到草津渔场 全程来回2.8公里 并且在静灿过程当中加入有趣的寻宝活动 让大家距离欣赏太平洋壮阔浩海之美 再次感受到花莲七星潭美景 以及新鲜空气舒展身心之外 同时也建国维护海洋生态 以及海岸线环境的绿美化工作 共同守护台湾最美的七星潭海湾 花莲有多少的艺术家 以及我们音乐家 以及生命的哲学家 因为这块土地的文化丰厚 以及文化的多彩 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富 2020年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焦虑 以及心惊胆战的一年 但是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们能够安然来度过攜手同心 我们让花莲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大步向前 无论是建设 无论是教育 无论是观光 无论是农业 去年10月我们办完了全民运 让整个台湾看到花莲运动的能量 我们的全民运有史以来 去年进步了 进步10年 到了全国第7年 关心环保局也希望民众养成自备 重复使用的观念来实行环保 并且从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 来落实减量的意涵 民众参与大学活动同时 跟落实地碳环保 以及垃圾源头减量 共同打造地碳城市幸福花莲 记得继续新闻了